台南市議會今日進行市政總質詢 台南市議員楊忠誠 針對圍觀大樓的後續處理表示 目前受債戶分別持兩種不同意見 若是有意離開傷心地的住戶 台南市政府是否會以較好的價格收購土地 已經簽過半 那麼最近我所聽的就是 過去簽的人 進隆一直在抽回來 撤簽了 已經剩五千萬而已 如果再繼續 我有聽一個聲音 就是說市政府 如果要把這個土地買回來 只要用比較好的計劃 為什麼有非常多的祖父 得主 希望要離開這個傷心地 這兩邊跟孫子在這裡僵持不下 我們市府又沒有拿出很好的良策 來化解雙方的歧見 我都最怕這個案 繼續持續僵持在原地打轉 台南市長賴清德回應 睡作兩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說他家裡 我們經濟台南市政府 上來議會通過 這個 興辦公共事業 地上務補償條例 上面的估算 這部分的錢 我們已經都發給他了 他就可以先去準備說 他如果要離開傷心地 他可以去找別的地方 那另外呢 他如果土地要賣的時候 我有選擇過 就是說我們會用上款 先來支應 給他們那個土地價款 那目前這一部分呢 我們公務局已經經過一個月 已經估算出來了 每瓶是那個地方委託公正的建價單位 估算出來 每瓶37萬7 這37萬7 我們這是基本價 公務局又參考了 永康地區預售屋 他們大概一樓的價錢 跟其他樓層的比較 所以我們現在公務局 跟我們這個重建小組 基本上已經有一個共識 就是說四樓就37萬7每瓶 然後呢根據不同樓層 去給他調整價格 此外 議員楊中成受訪時提到 上次的報告 還有37億 本市的意思是 希望說可以 作量來提高 對死亡者的補償 在所有的生害 生疾 改革八千補充 補償之後 該可以提高 死者的補償 應該要把賣款 發揮到淋漓盡致啦 記者王惠儀台南採訪報導 這兩條道 請大家說 昨天的補償